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变得激烈 产生纷扰 摘自蜀天的奥秘 8823节 核心理念 当我们更接近上帝 沉浸在上帝的爱和真理中时 我们会感到无比的平安 但当我们刚刚开始灵性之旅时 同样的爱和真理 反而可能带来内心的震荡 甚至被一些人以看起来并非和平的方式表达出来 反思 哪些例子可以显示 良善和真理可能使我们自己经历动荡 及内心冲突 在我们与家人 与朋友的关系中 在整个社会中 有哪些迹象表明良善和真理 而不是仇恨和无知 是干扰平安的背后原因 这与我们的灵性成熟 有何关联